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Happy Bean Reading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五年后的自己会怎么样? 我有没有水晶球? 怎么看得到五年后的自己? 所以我总是用网上能找得到的模板回答这个问题 内心却从未深思过自己的答案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如今五年过去了 现在的我在回头看五年前的自己却很后悔 后悔五年前的自己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 遗憾当初的自己没能品出这个问题背后的深意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启发 也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你能觉得时间没有浪费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对于我来说 这个问题广义上其实可以理解为 你对五年后的自己有什么期许? 对于你个人来说 这个问题可以不仅仅局限于职场 它也可以关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要什么? 我后悔五年前的自己从没有冷静地思考过 自己对自己、对生活的期许 以至于五年来 我一直过着忙忙碌碌 却没有长远规划的生活 回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其实是在看似忙碌中虚度光阴 那时候我上班总是很忙、很累 下班回家累趴了 就想发呆、追剧、放空自己 我忙得没有时间思考如何提升自己 忙得没时间锻炼 忙得没有时间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宜 我说服自己 忙就是在努力 努力了一定会有收获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却逐渐对自己 对生活越来越不满意 内心越来越焦虑 却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自己 也越来越害怕改变了 现在回头看 我才明白 没有规划 没有目标的盲目努力 那叫费劲 是个耗尽自己的过程 却并没有给自身增值 毕竟驴拉末 他也很辛苦 可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我再忙 也一定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 毕竟时间挤一挤 总是会有的 明确了自己 对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并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会比漫无目的地走一步 看一步来得有效率 看到这里 你也许会有一连串的问题 比如 你觉得现在一切都很好 对五年后没有更多的期许 看这个视频是不是浪费时间 或者 有了目标 就一定会实现吗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我该怎么做 别着急 接着看下去 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 首先 你如果对现状很满意 对五年后没有更高的期许 那说明 你现在就处在一个很棒的自我状态和生活状态 相信现在的你 一定不是盲目混沌的 也一定知道 自己该如何维持现在这个最佳状态 比如 维持自己健康的身体 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保持好的工作状态 让自己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而对于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 我想分享这个在公司的职业培训中学到的 设定smart goal的方法给大家 smart 五个字母分别代表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and time bound 下面我会一一解释这五个词的意思 带大家一步步学会如何设定自己的smart goal specific的意思是说 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要具体 比如 一个做饭小白说 我想学烹饪 大家觉得具体吗 思考一下 对 一点都不具体 因为烹饪有各个不同的国家 各种菜系 各种点心 不可能都学 所以 设定smart goal 第一要点就是目标要具体 比如 小白说 我想学做中式点心 这就具体多了 measurable的意思是说 目标要量化 比如 还是做饭小白 说 我想学做中式点心 这个目标就没有量化 而他如果说 我想学做五十种中式点心 这会更好 目标就有了具体的可测量的标准 attainable的意思是说 你设定的目标 要是你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比如 做饭小白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说 我想学做五万种中式点心 咱们这里先假设 五万种是实际存在的 那你说 这现实吗 五年学五万种 一年就得学会一万种 一年365天 每天就得学会大概27种 就算他不吃不睡 一天24小时 每个小时至少得学一种 这种你自己 知道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设了 也是形同虚设 你很快就会灰心丧气地放弃努力 而如果他说 我想学做五十种点心 五年平均下来 每年就学十种 就算真是手残 做饭小白 只要有心 也还是很有希望能够学成的 relevant 是说 围绕你的smart goal 你的其他目标 也要是与它相关的 促进目标实现的 比如 还是这位小白同学 他的smart goal 是想学中式点心 可是 他的第二大目标 却是视频剪辑 所有空闲时间 全在学剪辑 这明显就背离了smart goal的方向 虽然学剪辑也很好 但他得好好想想 他的smart goal到底是什么了 而如果他说 我的第二大目标 是想学习揉面 那就与他的smart goal相关了 time bound 最后一点 设定的目标 要有时间限制 我们需要将一个长远的五年计划 拆解成更短小的小目标 以确保我们可以检查自己的进度条 看自己是不是on the right track 还是拿小白的五年计划为例 五年学做五十种点心 我们需要拆解成一年学十种 每个月差不多学一种 如果你不这么拆解 很可能会觉得未来还有五年呢 时间还多着呢 我先玩两年再说 结果玩着玩着 你就发现时间来不及了 最后只好放弃自己的目标 人的许多计划 就是这么拖着拖着就放弃了 你是不是有同感呢 看到这里 你是否对smart goal的设定 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并且对设定自己的smart goal 跃跃欲试了呢 此刻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也和曾经的我一样 对未来盲目却不满现状 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不妨问问自己 你对五年后的自己 有什么期许 找寻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 从现在开始努力吧 愿五年后的我们 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以后我还会继续分享 更多自我成长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再见